財經點滴潘碧雲 金融海嘯之後的後遺症 到現在都還在反映著 在2008、2009年的美國公司 申請破產的破產 給收購的給收購 但到底特律申請破產的時候 才再次令人醒起 原來美國說經濟復甦 但它的地方債問題 一直都解決不了 底特律求救了很久 到最後都是要破產 之後會不會輪到很不定的加州 然後燒到紐約 那不如美國申請破產 美國由2010年到現在 一共有8個城市申請破產 其中2個被拒絕 而底特律在申請破產的城市裡面 是size最大 一共欠債185億美元 人口剩7萬人 但2000年至2010年 就跑了25萬人 想像一下 50年代最風光的底特律 有180萬人口 那時的通用汽車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 幫過手做坦克車 不僅是全美最大的汽車製造商 養起整個城市 甚至可以說是全世界最大的汽車製造廠 雖然通用做了火鳳王 先申請破產保護令 然後再重新做人 但風光不再 底特律又怎能撐下去呢 底特律要面對密歇根州憲法 聯邦法例 要是你起碼一兩年的司法程序 再知是否可以解決了 個省和債券持有人 僱員 還有退休金的一羅羅問題 都已經不重要 最重要的是 加州喊財困已經是海嘯之前的事 那又怎會不擔心呢 那你又會問 有這麼大的城市捱不住 但整個美國的經濟數據 又真的反映著美國經濟復甦 那又不是這麼差的 但等於香港沙士期間 不是一樣有人照吃野味的情況一樣